由阮晶天主演的电影《周楚除三害》 在中国大陆电影院上映之后 短短10天突破了14亿台币的好成绩 还意味着让台式的排骨 鲁排骨便当红到中国大陆去了 原来阮晶天在戏里头 手捧排骨便当大口吃饭的画面 竟然登上了中国大陆网友热搜 还有中国大陆直播主 特地找到了阮晶天同款的 鲁排骨便当拍吃播 大赞主菜排骨有厚度 还有配菜 然后台币100元有找 这大约是人民币22元 CP值超级高 是把死都没人挤 阮晶天主演的《周楚除三害》 不仅台湾移民买单 登上中国电影院票房 也冲出佳机短短10天 就突破14亿台币 不过开场的这场戏 竟然成了中国网友的热搜焦点 阮晶天手捧排骨饭 大口拔饭 吃得津津油味 就是市里的这盒台式 鲁排骨便当 让中国网友看了都直流口水 有中国直播主还特别找到 戏中同款便当 来拍吃播大赞 便当有三样配菜 主菜排骨台币100元有找 大约人民币22块 CP值相当高 他都说 请问那个小天吃的便当 是不是你们家的便当 我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也很感谢那个阮晶天 他把我们的便当吃得这么好吃 外皮炸的酥脆 肉质更是鲜甜 原来这间在中国包红的排骨饭 是家连锁便当店 全盛时期全台还开了170家 飘香至今28年 中国大陆 包括深圳啊 可能厦门那边都会 都蛮有蛮多人想 有这个意愿想要来带领 台式排骨饭 现在因为电影包红 也跟着夯到中国去 接下来综合报道